法国参议院以304票赞成 19票弃权 无人反对的压倒性比数 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 鼓励法国政府以具体作为 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 台湾参与国家卫生大会 受邀列席旁听的中华民国驻法代表吴志中 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是历史性时刻 在场的议员说 支持台湾就是捍卫法国国会议员的荣誉 在场旁听热泪盈眶 这项反案由法国参议院 友台小组主席李查 以及副主席格里欧所发起 获得参议院各党团的一致支持 先前法国媒体披露 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 写信给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查 要求不要访问台湾 还威胁说 如果法国继续支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将受到中共的制裁 法国参议院表达对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坚定支持 法国政府也重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立场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与感谢 将持续努力为台湾国际参与创造有力氛围 实践台湾可以帮忙 全世界也应该让台湾帮忙的目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元亭整理报道